张女士住在杭州前堂区保利弯天地 她说小区外围商户前面本来都是空地 现在被改建成了停车场 车位已经化好 港厅也在搭建中 这块地的那个产权呢 它是分别 它是有红线内和红线外的 红线内的话呢 是属于我们小区业主的 红线外的话呢 是属于就是市政道路 是给我们小区做的配套设施 那这个红线内的话呢 就是说没有经过业主大会的有效表决 你没有业委会吗 业委会在去年8月份自动解散了 然后物管会的话 从去年10月份 公示了第一份候选人名单以后 到迄今还没有成立 张女士拿出了一份小区停车场管理服务项目的中标文件 招标人是杭州市前堂区白洋街道东湾社区居民委员会 中标候选人是杭州义境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招投标没有告诉过业主 开工 直至开工都没有告诉业主 2021年的时候 我们小区那时候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已经成立了 它小区没有多少次进行收益 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就把这个湾天地前面的三铺 这个停车改造 通过了业主大会的表决通过了 那后面为什么迟迟没有车行下去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初小区没有钱 英书记介绍 这两年 前堂区着手环解下沙区域停车难的问题 对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停车改造 去年7月 业委会在解散前讨论通过了这个项目 现场 张女士大记者看了几个地方 说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本来的话就是马路的崖子里盲道的 它的距离是2.2米 它足够放飞机动车 那现在的话改到了1.6米 那飞机动车它就占据了盲道的位置 这条的话我们量过的是5.7到5.8米 然后车位的话是2.4到2.5米 那剩下的话你看这就是3点多米的话 它又可以停飞机动车 然后中间的距离就是又是车道 又是人行道 又是电瓶车行驶道 以前没有改车位的时候 如果我带着小孩或者是老人 我都得很提防 那么现在的话呢 最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对面那边是一所小学 然后小学生的话都是顺着这里人行道 然后走向这边的附近的一个街一个的小区 那个人倒车到了一分多钟 小朋友等不及了 他就往后面往后面绕 车后面绕 然后驾驶员是看不到他 关于张女士反应的情况 其他人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也说实话是有 我们本来还想着 这边弄个东西要拦起来 对于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可能小孩子现在 你看本身这边有小朋友过来对吧 然后有那个 他其实应该要合理规划对吧 比如说电瓶车有有有对吧 然后车子也有 我觉得就没有分开是吧 就都混一起 这要掉头吗 你看那个位置很窄吗 个人的角度上我是觉得好的 但是你这个现在车位景比较紧张 对不对 所以说我感觉画起来应该 如果不妨碍大家生活的前提一下 还是OK的 那如果妨碍的话 那我就内荡别论了 对吧 这种是预防啊 是不是 那你说你说完全杜绝这个事情 那不可能 那你比如说你在马路上走 那你马路上那全部封掉好了 原先的车上面都是乱停车的 因为那边有个消防安全通道 没有到达的情况下 他车子没地方停 晚上这里车子全部停满的 那你说这样的安全 还是有人在管理安全 那设置如果有点窄 或者是不合理 那我觉得我们跟第三方公司 都可以沟通 瞒到我们也跟第三方在沟通 因为他现在呢 人呢就是说应该是明后天 会正式去管理起来 因为按照这个位置 是不允许停放电动车的 英书记表示 等管理到位了 很多问题都会解决 如果业主有更好的方案 都可以坐下来讨论 现在的话是社区 就和杭州 易进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他签订的合同 时间长达十年 然后租金的话是一年5.2万 因为我们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时间过长 还有就是说租金不够合理 他其实涉及到我们小区内的 只占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位置 其实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公共区域 四千方的一个改造 可能会有将近50个停车位 他投入了接近80万 那如果两边加起来 那投入就超过了150多万 刨去这个成本不说 那你5万是低了 你50个车位 给我们小区生年 不用掏任何一分钱 不用任何的养护 所有的维护 维修 包括地下管道的破损 都由第三方来承担 那觉得这个5万还少不少 听完英书记的解释 张女士愿意继续沟通 先解决最关键的安全问题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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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